大雪纷飞下俄罗斯坦克大军停在大马路上 却突然遭到炮火连环袭击 可以看到一辆辆坦克赶紧掉头 想要躲避炮火 似乎是被突如其来的伏击 吓得措手不及 这是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最新影像 他们轰炸俄军第90装甲式的第6装甲团战术大队 这次伏击也让俄军折损大量装备 俄军坦克遭到攻击的地点 就在临近基辅的布罗瓦里区 可以看到几乎整排战车被歼灭 乌克兰方面更声称 一名俄军战车军团指挥官 扎哈罗夫上校在炮火中丧命 他在2016年曾经获得普钦 亲自颁发勇气勋章 先前已有两名授将走起壁 这也让乌克兰军士气大震 其实俄军不止三要素都不够就算了 现在连战术选择都有致命事物 军事专家指出这一种排俄罗斯战车 就停在乌克兰军的大炮射程内 等于给乌军施展连环剂的机会 是非常糟糕的第一级事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一连发射好几枚导弹 俄罗斯攻击直升机瞄准的 就是乌克兰装甲车及防御工事 俄罗斯国防部在10号公布 这几段最新画面 除了攻击直升机摧毁 乌克兰的军事装备 还有一支空降部队 伴随坦克穿越村庄的推进画面 一步步逼近基辅 根据美军最新情姿显示 除了原本不属于基辅西侧的俄军以外 现在在东方待命的部队 也开始移动越来越靠近基辅 眼看俄军步步进逼 空拍画面可见 乌军使用美国提供的标枪 反坦克飞弹 攻击俄军坦克车队 双方展开激烈交火 另外一处位于哈尔科夫的核子设施 也遭恶军炮击 黑夜中熊熊火势不断冒出 这处研究所设有实验性核反应炉 火势还蔓延到附近旅设 恐怕加剧核辐射危机 西方国家再也无法坐视不管 北约联度军演美国跟爱沙尼亚军方 透过史崔克装甲车发射刺针防空导弹 击弱无人机 大约900名罗马尼亚士兵也跟美国陆军展开军演 开枪炮击样样来 在俄乌开战之际北约进入备战状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宝温箱里睡得安稳 乌克兰基辅医院在战争爆发第二天 诞生了一对双胞胎婴儿 战争纷扰下新手爸爸使尽所有力气 要将两位宝宝运出战区 幸好在过程中遇到了非营利组织热心帮忙 分秒必争在暴风雪袭击下 以每小时80英里的时速顺利抵达波兰医院 如今新手爸爸终于能和心爱宝贝们见面 另外这间位在首都基辅的医院 则是收治了许多受到战火波及的无辜赏还 我们刚才发布了一场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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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 在战火交锋下 医护人员和救援组织扛起照顾责任燃烧使命感 只是希望能为这群无辜市民尽上一点心力 TVBS新闻玲珑士周佩宇台北报道 全身包紧紧坐上火车 俄乌战争爆发第16天 这群乌克兰人决定踏上返乡旅途保夹为国 花费五小时一路从波兰赶回乌克兰第六大城市利维夫 有的人利用车程时光打牌 暂时忘却战争烦恼 有的则透露自己会加入志愿决行列 是希望能和家人有相见机会 可能我父亲和我的家庭可以看到我 或者我可以回来 很多人在这里说他们没有选择 只能回到乌克兰 他们的家庭都在这里 他们必须在这里 另外位在首都基辅 也有不少乌克兰人展开紧急训练 资源成为国土防卫军议员 因为我以为我住在俄网共产党 比较半个人的生活 我非常好知道俄网共产党 我不想我的儿子 我不想所有的乌克兰人 现在我们在Lviv 我们在地区防卫党 捆解力量大 这群乌克兰人决定拿起武器 保卫心爱家园 展现出小虾米也能对抗大金鱼的坚定决心 TVBS新闻 玲珑士周佩宇台北报道 为了访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英国天空新闻的记者 跟随赫枪实弹的武装人员 摸黑走着弯曲的路径 独家进入泽伦斯基躲藏的地窖 途中不断被要求 不能拍摄任何可能泄露隐藏点的标志或建筑 英国记者和泽伦斯基坐在阶梯上访谈 尽管每天只睡四小时 泽伦斯基很清楚知道媒体的力量 他必须要让乌克兰人和全世界知道他的想法 泽伦斯基表示 他对西方不协助设进航区感到沮丧 并预告再这样下去乌克兰会死好几百万人 至于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和俄罗斯达成协议 泽伦斯基表示不乐观 而如果俄国表示 只要他下台就停止战争 愿意吗 另外泽伦斯基发布了最新影片 暗示俄罗斯恐怕会发动化学攻击 目前约有三万五千名的乌克兰人撤离 预计会启用更多条的人到走廊 而泽伦斯基的夫人奥林娜也在IG上po文反战 他把曾经为这个国家付出的人的事迹记录下来 而奥林娜目前的IG有240万人的追踪 TVB新闻黄建国陈向如综合报道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俄罗斯能源被英美禁止出口 总统普京召开跨部门视讯会议 高分被抨击 普京一方面骂西方国家制裁不合法 一方面也向人民喊话 因为俄罗斯内部反战示威不断 俄罗斯警方用警棍队被拖行在地上的示威者 又打又踢 还阻挡民众拍摄 示威者最后全被警方带走 专家认为普京正面临的不止民众的抗议 李美制裁可能引发俄罗斯内部不安 美国再以行动给普京压力 副总统贺锦丽访问波兰 跟波兰总统杜达展开会谈 贺锦丽表达美国会捍卫 北约盟国每次领土 欧盟也在10号举行领导人会议 聚焦俄乌战士 讨论让乌克兰加入欧盟 只是乌克兰战火没有停歇的迹象 所以欧盟不会给乌克兰特殊待遇 提前进入欧盟 乌克兰进不了北约 更入不了欧盟 面对俄罗斯进兵 似乎只能等待国际制裁 让普京撤兵 TVBS新闻综播导 45岁的英国男星 奇异博士班奈迪克康伯败区 前进圣塔巴巴拉国际影展 货班电影先锋奖 不过他惊喜地 从台下观众的手中 接过乌克兰 蓝黄国旗 瞬间成为焦点 其实班奈迪克月初就曾经发表 对乌俄战争的看法 并且表达支持乌克兰人 支持俄罗斯人 试图阻止这项暴行的进行 至于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也从喜剧演员 变成战事英雄 当初泽伦斯基在影集 《人民公谱》演出 从历史老师变成总统 细如人生的他真的当上乌克兰总统 在乌俄战争力手家园 成了英雄 而现在这部影集也掀起全球 抢购潮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小型代理商 最近收到世界各地多达20家电视台出价 想要购买泽伦斯基过去主演的政治讽刺喜剧影集 《人民公谱》的版权 版权费大约落在100万欧元 约3127万的台币 光是意大利就有三四家电视台在竞争 而希腊这部影集呢 每天晚上的黄金时段会播出 时事造英雄也替泽伦斯基的形象加分 莫斯科的UNIQLO一二楼全都排满了人龙 因为日本训销集团总裁刘景正的态度大转弯 10号突然决定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停止在俄罗斯营运 就怕以后买不到UNIQLO的衣服 莫斯科民众敢来买 但他们要抢着囤起来的还有 包括日本Sony PS5还有任天堂 Switch跟食品大厂雀巢等国际企业 先后宣布暂停在俄罗斯投资货营运 麦当劳也宣布关闭在俄罗斯的850家分店 不过当地6.2万名员工照常知心 希望把矛头对准宣布开战的普清 不只在俄罗斯现在连英超联赛都进一步宣布 要对豪门俱乐部齐尔西的俄罗斯老板阿布拉莫维奇 冻结资产并发布旅游禁令 这项制裁让齐尔西球场的商店只能关门打烊 有球迷想进去逛全都被拒于门外 越来越多国家跟企业从方方面面给予俄罗斯经济制裁 这一场乌俄战争 苦的不只是乌克兰人 还有俄罗斯的老百姓 TVBS新闻撞不倒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